助理说,我老公外面那个小绿茶找到我公司楼下,想跟我谈谈。 我坐在总裁办公室里,点了点头,没问题呀,让他跪着上来。 严总,他哭着走了。 十分钟后,助理上楼无奈地一摊手,走之前他好像打电话给张总了。 我点点头,挥挥手,示意助理可以出去了。 真羡慕这些小年轻啊,每天都可以有大把的时间拿来挥霍,不像我这种黄脸婆,每天被事业家庭压榨。 又过了十分钟,电话响起。 张浩的声音带着隐忍的怒气,他不过一个二十出头的小姑娘,你没事刁难他做什么? 我公司有很多二十出头的小姑娘,他们见到我的时候,大气都不敢出。 你的小姑娘竟然不经预约,就敢直接来找我谈话,不简单呢。 张浩的呼吸有些急促,应该是生气了。 你不用阴阳怪气。 我从前一直认为你虽然强势,但还是个名士里的人,现在看来是我看错你了。 说完,张浩直接挂了电话。 我挑了挑眉,开始回忆起来。 我和张浩分别来自本地最显赫的两个家庭,我们两家是市郊,我们也算青梅竹马。 因此,我们一毕业就结了婚,至今已有八年,育有一个女儿。 我以为我的一辈子会就这样顺顺碎碎地过去,却没想到我们的七年之痒还是来了。 去年冬天,张浩参加母校校庆,认识了宁夏。 此后,她陆续给学校捐了图书馆,成立了基金会,还经常过去开讲座,每一次都能在她的讲座照片里,看见宁夏坐在前排,满脸的崇拜。 我一开始以为她只是一时新鲜,过几个月也就断了。 却没想到他们竟然坚持了一年。 助理告诉我,今年宁夏大三了,出来社会实践,选择了我们的城市。 还直接住进了,张浩在市区贤制的高档公寓。 并且,她实践的岗位还是张浩的特别助理。 要知道,张浩上一任助理可是清北硕士出身。 整个张氏集团都等着看我的笑话。 于是我亲自上门,出席了他们公司的竞聘会。 并在会上把宁夏的工作能力批得一无是处。 大约是那次让她丢脸丢得很了,她今天便要来找我谈谈。 谈什么?谈他们是真爱,张浩对我没感情,谈我什么时候可以退出。 助理看我脸色不佳,提议道,要不然直接给她钱吧。 这种女生不就是想不劳而获,坐享其成吗? 给钱,我给两百万,张浩能给四百万。 我摆摆手,这条路行不通。 助理点头,确实对付这种小绿茶,不能明着来。 我的助理是个九五后,但人特别机灵,很让我喜欢。 我忍不住问,那应该怎样? 用魔法打败魔法。 我听进去了助理的话,在回家的车上好好思考了一阵。 回到家,正好看见张浩命庸人在收拾东西。 要出差? 我随口问道。 张浩美好脸色,瞥了我一眼,沉声道,宁夏今天吞安眠药了,还好发现及时。 我不放心,这几天过去陪她。 我择了一声,似笑非笑地看着她。 张浩根本顾不上理我,拎着东西就要出门,末了还不忘指责我一句,别用那种眼神看我。 就算我不对,你这样羞辱人逼出人命就对了吗? 我之所以去陪她,也是在解决你自己惹出来的事。 当晚,助理给我发了一张朋友圈截图。 是的,我的助理以假身份加了宁夏的微信。 照片里是张浩在厨房忙碌的身影,配文很感人,万物皆苦,你明目张胆的偏爱就是救赎。 这位食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少爷,竟为他人洗手做羹汤,就连女儿甜甜都还没吃过,他把亲手做的饭呢。 他还默认了让宁夏就这样发出来,那干脆我也帮他们宣传宣传。 我把截图发到了家族群里,我公婆很快有所反应。 张浩竟然开始学做饭了,还是叔叔会调教老公,我这当妈的几十年了,也没尝过一口他做的饭。 婆婆回我,公公也称赞,言叔是我亲自,挑选的儿媳妇,当然优秀。 我笑了,回他们,爸妈,你们误会了,这是张浩在给他新来的特助做营养餐呢。 听说那姑娘病了,这两天身体不舒服。 发完,我直接把手机关了机。 当天半夜,楼下传来了喧哗声。 我正搂着甜甜睡觉,被吵醒,从床上爬起来下楼。 门口冷嗖嗖的,宁夏只穿着一件脖针织裙,看起来像家居服。 看见我下楼,宁夏立刻哭着上前,用力将张浩朝着我这里推。 言总,对不起,我把张总给您送回来了,都是我不好,害得张总担心我,又让你和长辈们误会。 我以后一定不再让张总过来了,请你原谅我。 张总,也请你不要再管我了。 张浩却反手拉住了他的手,直接食指向扣,你在胡说什么傻话。 你一个人在这里人生地不熟,我不管你还有谁能照顾你。 宁夏狠狠推了张浩一把,两人搞得跟生离死别似的,张浩阴沉着脸站在我们中间,而宁夏则是眼眶通红深情款款地看着他。 张总,我很感谢您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但是我也清楚,您并不属于我一个人。 就到此为止吧,谢谢你。 对不起。 说完,宁夏便留给我们一个绝绝的身影,转头的一瞬间他,很是倔强地伸手狠狠抹了一把眼泪。 张浩再也站不住了,快步上前将他抱在怀中,不断亲吻着他的额头,宁夏则在他怀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我已在门边,双手抱胸,纯当自己在看电视了。 过了好一会儿,见我没有反应。 宁夏又开始在张浩怀中挣扎起来,哭着说道,放开我。 我要回家,明天我就会把辞职报告提交给你。 张浩心疼地捧着他的脸,你傻吗? 那你的实践报告怎么办? 好家伙,区区一篇实践报告比老婆孩子重要。 我实在是忍不下去了,开口道,大半夜地在我家门口做戏,还也上瘾了。 要不要我再给点电影票钱呀? 正在此时,一辆车子驶进我家院内,是公婆的车。 两位老人家板着脸下车,婆婆上前就把两人拉开。 给了张浩狠狠一巴掌。 宁夏和张浩都愣住了。 别人家没交好女儿我管不着,但我自己的儿子我还是能管管的。 张浩,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在做什么? 你女儿还在楼上睡着,你想把她吵醒让她看到这一幕吗? 婆婆吝声道。 公公也走了过来,扔下一句, 你是我唯一的孩子,也曾让我们骄傲过,但你现在的所作所为实在太令我失望了。 宁夏被吓得不敢吭声,只能怯怯地躲在张浩身后,拉着她的衣角。 那样子倒比我女儿,这个三岁小孩还矫情些。 我叹了口气,对宁夏道,这一年来你也得到不少了,我要是你,干脆点拿钱走人,还能重新开始。 宁夏看着我,那张温柔脆弱的小脸上,终于忍不住透露出一些不甘心的神情。 言书,言语攻击别人,向来是你的强项。 但今天我站在这,就不会允许你继续这样刺激她。 张浩转头,又对公婆道,我受够了这个女人,这些年来得理不饶人的德行,你们要是觉得对这个儿媳妇满意,那你们自己跟她过去吧。 说完,张浩拉着宁夏便快步离开了这个家。 我对公婆耸耸肩,已经有些不想奉陪了,但奈何公婆不放心,一定要进门来劝劝我。 叔叔,张浩他只是一时糊涂被那个小姑娘迷住了,你给我们一点时间,我跟你爸一定会把她带回来,给你赔罪。 婆婆拉着我的手对我道,回想当初,我跟张浩一同留学,一同进步。 婚后,我们也一同工作,一同交流经验。 后来我们各自继承家业,严家和张家联手,几乎所向披靡,这对我们来说是共赢的最好结局。 谁能想到,一个宁夏就破坏了这十几年来的蓝图。 我淡淡笑着点头,好,那我就给他一些时间。 给张浩时间,也是再给我自己时间。 第二天,白助理就把所有我需要的资料都送到了我的办公室。 宁夏就读江大文学系,家住南省一个小县城,父母健在,还有一个高中辍学的弟弟。 从认识张总至今,他共收了五个价值二到五万不等的奢侈品包,买了约二十万的衣物,五十万的首饰,现金转账约三十到四十万左右。 白助理冷着脸道,这只是粗略统计,根据我们的人昨天来报,张总这两天还带他去看了一些车。 倒是不贵,一年才花了这么点。 我靠在转椅上,那他们现在呢? 现在?白助理低着头,无奈道,我们查到张总还是带他回了公寓,并且又添置了不少东西。 哟,这是准备金屋藏胶了。 张浩现在在哪? 我记得他最近,应该有个外地的洽谈会。 我问道,白助理点头,张总今早已经出发了,但是听他的司机说,晚上应该会赶回来。 一个极度怕麻烦的人,居然为了宁夏如此不辞辛劳,实在是感人。 我站起身,走吧,去会会我们这位小绿茶。 我带着白助理上门,直接喊物业开了门。 屋内的宁夏吓得大惊失色,看见我的一瞬间下意识后退,你来干什么? 快过年了,过来扫扫垃圾。 我笑着看着他,他还真是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了,客厅和卧室里都是他的东西,散乱一地。 宁夏耿着脖子,也懒得装了,冷哼道,你是故意趁着浩哥不在的时候来的。 想怎样?把我赶出去。 白助理忍不住开口,你要是还有点自知之明和廉耻心,就应该自己滚出去。 谁料宁夏却笑了,我就不走。 你又能怎么样? 我住进这里是浩哥允许的。 嗯?我点点头,可是这是我和他的共同财产,你问过了我吗? 宁夏脸色变了变,浩哥才是一家之主。 法律可不认什么一家之主。 我走过去在沙发上坐下,我现在给你两条路,要么你现在立刻收拾东西出去, 要么按市场价来,你在这住了两个月,给我二十万房租。 宁夏占红了脸,正要说点什么,又被我打断,别想着去找张浩耀,那也是我们的婚后共同财产。 沉默几秒,宁夏才突然笑了,好啊,我现在就走,看看等到浩哥回来,你又要怎么给他交代。 说完,宁夏便马里地收拾东西离开了,白助理有些担忧地看着我,他会不会又出什么幺蛾子。 我摇摇头,不知道,不过也无所谓。 通知物业来换锁,就说家里进贼了。 张浩和宁夏直接消失了两天。 趁着这两天的时间,我盘点了一下家里和公司的资产,有些头疼。 我们两家的经济往来实在是太密切。 就在我准备让白助理通知公司法律顾问来见我的时候,张浩回家了,还把宁夏也带了回来。 此时田田正坐在地毯上玩玩具,看见张浩就想要奔过去,但是在看见张浩和宁夏,食指相扣的手时愣住了,站在原地。 我看着他小小的背影,突然感觉鼻子有点酸。 陈妈,带宁小姐上楼。 张浩虽然是在叫庸人,眼神却一直落在我身上,宁小姐是我的客人,务必要尊敬,以主人之礼相待。 宁夏上楼前,对我甜甜一笑,对不起严总,还是要打扰了。 我冷眼送他上楼,转头看向张浩,你做好决定了是吗? 张浩一步步走到我面前,每一步都透着决绝的意味。 过去二十年,一直都是你,你父母,还有我父母安排着我的一切事物。 我累了,言书,我也享有自己的生活。 我看着他,量久,才点点头。 随后,我迅速收拾了所有的东西,搬上车,抱着甜甜离开。 甜甜一直哭着喊爸爸,可张浩却头也不回地上了楼。 我通知白助理,明天让律师来我办公室。 我父母看我带着大包小包回来,怀中的甜甜哭得都累睡着了,大惊失色。 这是发生什么了? 爸妈,张浩说他想追求自由,我成全他。 我让庸人带甜甜上楼,便开始给两位老人家打预防针。 接下来,我们两家可能会闹得不太好看。 我希望你们二老别出面,让我自己来处理。 听到我的话,妈妈的眼眶瞬间红了。 爸爸沉默良久,才对我道,不管你做什么,爸爸都支持你。 此日,律师来到我办公室,我正要跟他商量财产分割事宜,白助理板着脸进来。 严总,宁夏又来了,还带了一个人来。 律师有些意外,我对他笑了笑,麻烦你再这等我一下,我去一趟会客室。 我让白助理把人带到会客室,并遣散了那附近的员工,避免家丑外扬。 过了一会儿,宁夏进了门,身后还跟着一个女生。 我知道她,资料上显示,这人叫周音音,是宁夏的闺蜜。 宁夏现在的样子看起来趾高气扬,完全没有被我赶出门去的狼狈。 她也不再对我毕恭毕敬,开口就直呼我的大名。 严书,你这人就跟你的名字一样,注定要输。 你以为你是上市公司老总,家境优渥,个人条件出色, 你就可以呼风唤雨,为所欲为了吗? 你忘了,男人最需要的不是在家里,供一个无所不能的王母娘娘。 她需要的是女人的温柔体贴,百依百顺,是她作为男人的征服欲和成就感。 我听着宁夏啰嗦一大堆,有些不耐烦,你今天来,就是跟我说这些的。 你知不知道,我平均每小时就能赚五十万。 宁夏的脸色变了变,她身后那个闺蜜似乎有些听不下去了, 你有钱又怎样?张家也有钱,并不比你差。 似乎是她的话提醒了宁夏,让她想起自己不久后,也将成为豪门阔态, 于是她的腰杆又挺直了起来。 行,我不跟你多废话。 我知道你们就算离婚,你也想从浩哥身上包层提下来。 所以,我今天来就是要告诉你,你最好别想着能从她身上捞走多少钱。 那些房子存款和基金,你要是自愿放弃,那就最好。 如果你非要争,那我就让浩哥争夺甜甜的抚养权。 宁夏的表情变得猙獰起来,我知道这孩子是你的心头宝, 你不信可以试试,好吗?原来是怕我拿走张浩的钱。 我忍不住笑了,我就知道你不是个简单的小绿茶, 目光还挺长远,人也够狠。 宁夏有些得意地望着我,不过你怎么能确定, 她一定争得到抚养权呢? 我跟她夫妻多年,我手里关于她的把柄可太多了。 我绕着她走了一圈,还有,你今天来,是背着她来的吧? 你的计划,她同意了吗? 宁夏的脸上变颜变色的,看眼神似乎恨不得撕了我。 周茵茵立刻出来两肋插刀,你得意什么? 要真似破脸,你看张浩是占你还是占我们? 我转头看看周茵茵,恍然道,哦,我都差点把你忘了。 周茵茵看着我的眼神充满戒备。 我笑着走到她面前,周小姐,上次张浩给你的打胎费和营养费花完了吗? 要是不够,可以跟我说,我施舍你点。 毕竟现在我们还没理,她闯下的祸,我还可以帮着收拾下。 你说什么? 宁夏差点站不住,扶着桌角,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周茵茵也是大惊失色,满脸的慌乱。 我看看两人,突然表现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 呀,原来周小姐没跟宁小姐说过,你和张浩的事啊。 周茵茵,你背着我勾搭张浩。 宁夏气得脸都白了,也不顾我是不是在一边看笑话, 上前就抓住了周茵茵的领口。 事已至此,她也不再装了,一把扯下了宁夏的手, 什么勾搭不勾搭的,你说话别这么难听。 人家老婆都还在场呢,要说勾搭,你不是吗? 说完,周茵茵又瞥了我一眼,既然你早就知道我们的事, 你又在我们面前装什么? 自家男人脏成这样,不到撕破脸这一步, 我又有什么必要来揭穿你们呢? 又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我笑着坐下,若不是你今天硬跟着宁小姐过来, 我本还可以再装一阵子的。 宁夏此时,整个人仿佛都崩溃了, 看看我,又看看周茵茵, 完全不敢相信她先前一年的努力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反观周茵茵,倒是镇定许多, 冷眼看着我,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你们不是好闺蜜吗? 我查她的时候,顺手就把你也查了, 没什么稀奇。 我十分好脾气地给他们倒了茶, 所以,今天窜多着宁小姐过来, 威胁我别想分家产的人其实是你吧。 拿孩子做筹码,这逐一估计也是你想的。 我很给面子地鼓了鼓掌, 你倒是够了解我。 周茵茵冷哼一声, 那小丫头,也就你拿她当个宝。 宁夏此时终于回过神来, 竟然问我道, 她这样诋毁你女儿, 你也忍得住。 我差点笑出来, 你一个小四, 不关心关心自己未来的路怎么走, 倒是来关心我女儿被诋毁会怎样。 宁夏被我下了面子, 怒火又蹭地一下上来了, 大声道, 我可以劝浩哥别离婚, 也可以拿了钱就走。 但是你真的不打算管管他, 你不过就是一个被当枪使的而已, 哪来的自信, 觉得自己的话够分量, 让张浩听进去。 我直接捅破了窗户纸, 宁夏忍不住嚷嚷道, 浩哥对我的感情, 我自己清楚, 不用你在这里说三道四。 嘖嘖, 看样子是真的急了, 小绿茶就连装都不想装了。 从前那柔弱不能自理的模样, 都不知道到哪去了。 周音音贴了他一眼, 冷笑一声, 蠢货, 要不是我告诉他可以拿你打掩护, 他根本就不稀罕搭理你。 宁夏此刻已经成了, 这个房间里最大的笑话。 但他脑子却还在线, 立刻问道, 什么打掩护? 刚才这婆娘还说我是小四, 所以你早就跟张浩在一起了, 居然到现在才反应过来。 我好心解释了一句, 是啊, 当初周小姐怀孕, 她被我发现搅和了, 她为张家传宗接代的大事, 所以就拉你来遮掩遮掩, 好让我的矛头直接对准你。 只可惜, 周小姐那一胎是个女儿吧, 所以张浩让你拿掉了。 我叹气道, 其实就算是女儿, 你也挺喜欢的吧。 周音音咬着唇, 看着我的目光带着恨意, 宁夏则是开始哈哈大笑, 周音音, 你在干什么? 你是专门给人生孩子的吗? 我嫌宁夏吵了些, 做了个闭嘴的手势, 她这次倒是乖乖闭嘴了, 一脸嚣张地看着周音音, 估计是想看看我怎么对付她。 我的确不想跟宁夏这种蠢货聊天, 于是便又看向周音音。 周小姐, 我是应该恭喜你吧, 时隔一年, 又怀孕了, 这一次肚子里的肿, 应该已经去查过了, 可以留下。 随着我的话音落下, 宁夏的神情甚至称得上惊恐, 你又怀孕了? 宁夏此时都不知道自己是应该哭还是笑, 整个人进入了疯狂的状态, 不断地绕着周音音来回走, 声音都有些嘶哑了, 周音音, 你把自己当个什么玩意儿? 又把我当成什么玩意儿了? 你们俩联合起来耍我, 良心过得去吗? 周音音仿佛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 你插足他们婚姻的时候, 不是挺乐在其中的吗? 现在来跟我谈良心。 我端起茶杯抿了一口, 笑而不语。 这出戏可不比前两天, 宁夏在我家门口哭丧好看多了。 宁夏再也忍不住, 伸手就想要挥一巴掌过去, 却被周音音眼疾手快抓住了手腕, 你想干什么? 你现在伤我半分, 张浩就能直接起诉让你还钱, 信不信? 谈到钱, 宁夏怂了。 虽然气不过, 但是宁夏很清楚, 她自己花掉的那些钱, 根本就不可能还得出来。 昔日的闺蜜竟然成了如今这副模样, 我忍不住拍下了这精彩一幕, 发给张浩, 让她也好好观赏观赏。 宁夏还在歇斯底里地跟周音音吵, 但是周音音看起来却镇定许多。 是的, 她肚子里有祸, 自然不慌。 我的目光落在了周音音的小腹上, 回想起我生甜甜的时候。 那一夜整个产科都在为我忙碌, 因为我产后大出血, 又碰上血库告急, 险些没能就回来。 情急之下, 医生只能给我切除子宫。 此后, 我便很清楚, 我这辈子只会有甜甜一个孩子了。 这是张家和颜家的孩子, 一出生就在金字塔顶端, 我跟我的父母对他寄予厚望。 但我没想到, 张家却是另一种心思。 周音音能存在如此之久, 还能接连怀上两个孩子, 我那公婆要说毫不知情, 我可是打死不信的。 或许, 他们要的并不是 一个强势能干的儿媳妇, 只是需要一个听话, 好拿捏的声誉机器罢了。 又或许, 他们打算在孩子出生后, 逼我接受这母子俩, 默认他们一直存在于我们两家中间。 可不管是哪一种, 我都做不到。 正在此时, 会客室的门被一脚踹开。 张浩站在门口, 脸上阴云密布。 白助理跟在他身后, 一脸为难。 我端起茶杯冲他笑, 你来了, 我还以为没那么快呢。 果然, 儿子才是你们家的宝贝疙瘩。 周音音快步走到了张浩身边站定, 俨然一副女主人的样子。 宁夏此时就处境尴尬了。 他一边哭一边笑, 对着张浩质问, 张浩, 原来你真的跟这个贱人。 这一年来, 你到底把我当什么? 张浩的脸上满是不耐烦, 这一年礼我给了你, 别人十年才能赚到的钱, 还不够吗? 你走吧, 事后我会再给你打一百万。 原本志得一满要将我取而代之的宁夏, 现在却要被他的好哥哥扫地出门了, 他如何能忍得下这口气? 宁夏疯了一样, 冲过去想要跟他们俩拼命, 却被张浩一把抓住手臂, 直接甩在了地上。 阴沉的话语, 不带任何情感, 我让你滚, 听不懂吗? 宁夏没能再回我们的家。 他直接被张浩的人嫁了出去, 他搬来的那些个人用品, 也被打包一起扔了出去。 张浩甚至让人全程看着他上飞机, 回老家。 周音音却堂而皇之地住进了张家。 张家父母和张浩, 以及我父母和我, 一同在我们家坐定。 用张家父母的话说, 是以至此, 总要商量个解决办法出来。 我那婆婆坐到我身边来, 拉着我的手, 泪眼婆娑, 叔叔, 你受委屈了。 张浩他做出这种混账事, 实在是我们没教育好自己的儿子。 但是你们从小一起长大, 恋爱十年, 结婚七年, 人生能有几个十年啊? 感情不是说断就能断的, 何况你也要考虑考虑甜甜呀。 张浩这是做得荒唐, 那个女人也不是个什么好货色, 可是现在孩子既然已经怀上了, 也不好说拿就拿掉的。 我母亲实在是听不下去, 冷哼着质问, 为什么拿不掉? 非婚生子, 还是早孕, 拿掉就是轻而易举的事。 公婆脸上闪过了一丝尴尬, 婆婆用手肘撞了张浩一下。 张浩从小金尊玉贵地被宠着长大, 这一辈子都不曾对别人低过头, 如今自然也不可能。 只听她语气僵硬道, 反正事实已经如此, 周阴阴肚子里的孩子是不可能拿掉的, 我认这个孩子, 其余的条件你们可以开。 公婆倾可两声, 也没有反驳他们宝贝儿子的话。 我父亲冷眼瞧着她这位老朋友, 既然如此, 那就只有离婚一条路了。 我们严淑是无论如何不可能做别人大老婆, 还得养着别人小老婆和私生子的。 离婚二字一出, 公婆的脸色不大好看。 亲家, 咱们两家这么多年了, 这说离就离, 外人该看笑话了。 张浩是个男人倒不打紧, 这严淑的脸那可救。 婆婆说着, 看我的眼神都变得不一样起来。 我却回忆笑容, 不碍事, 脸面这东西对我来说一文不值。 我的想法跟我爸妈的一样, 既然如此, 咱们就好聚好散吧。 这段时间, 我会让律师来清算我们两家的资产, 看看怎么分割合适。 这十年, 就算是为了狗又如何, 总好过再搭进去我和田田的一辈子。 言书, 张浩蹭的一声站起来, 你非要我们两家都不好过是不是? 是又怎样呢? 我抬头笑着看他, 骗我感情可以, 骗我钱。 那可万万不行。 谈判失败, 张浩气冲冲地带着他和张家父母离开。 我爸妈有些担忧地看着我, 接下来你准备怎么办? 真的要闹上法庭? 我已经跟律师咨询过。 我掰着手指头跟我父母算账, 我们两家的合资公司一共有三个, 其中两个是我们家出资更多, 且运营团队都是我一手组建, 我是一定要拿回来的。 另外, 他们家前两年买下的两块地总价值76个亿, 其中有55亿是从我们这届的, 这也是一块大头, 必须拿回来。 要是还不了钱, 那就逼他们低价抛售。 还有张浩和我婚后购置的五处房产, 一个商场, 三辆车, 这我可以跟他评分, 但是他重婚是过错方, 我只能给他留一处房产。 我对我父母认真道, 就这, 我还是给他留了颜面的。 我爸表现得心事重重, 可这些年张家的生意一直在走下坡路, 你这样的话, 他们估计就离破产不远了。 我知道我爸跟我公共是几十年的好友, 总归于心不忍, 但我无所谓, 我笑道, 是啊, 爸爸, 这就是我想要的结果。 张家将我的脸面踩在地上, 我无所谓, 但要想让我父母也吞下这恶心人的苍蝇, 想让我的女儿将来不得安生, 那我就要他们付出惨重的代价。 接下来的半个多月, 我跟律师几乎要住在公司, 一整个律师事务所都在帮我搜集相关证据, 准备开庭的时候一一乘上。 关于张浩犯中婚罪的证据, 关于张家向我家借贷的证据, 甚至还有张家偷税漏税的相关证据。 这些钥匙一起放到台面上, 张浩估计直接杀了我的心都有。 白助理帮着我把所有的证据分类好放进保险箱内, 对我问道, 严总, 真的决定要这样吗? 杀敌一千, 咱们公司自己的损失也不小, 无非是这半年的时间困难些, 不打紧。 我淡淡道, 白助理见我脸色平淡, 就点了点头, 那好吧。 严总您都在公司里忙了半个多月了, 就连甜甜也没怎么去陪过, 自己也没休息好。 现在我们证据都搜集得差不多了, 只等开庭了, 您快回去好好休息下吧。 我看向白助理, 您很关心我。 白助理一愣, 才笑道, 您说什么呢严总。 我是您的助理, 当然要关心你啊。 我笑了笑, 是啊。 白巧玲进公司也有一年多了, 一直都表现出色, 每一次在我需要帮忙的时候, 她总是会事事帮我考虑在前头, 比许多公司里的老员工都还要老练一些, 根本不像一个职场小菜鸟。 白助理帮我收拾好了东西, 严总, 我通知司机在楼下等了, 我陪您下去。 不了, 我自己来吧。 随后, 我便起身拎起了包, 准备回家去好好睡一觉。 这段时间以来, 我的确是有些累了。 接下来, 还有一场硬仗要打。 三日后, 终于等到了开庭时间。 我从一开始就拒绝调解, 因为我认为是以至此, 跟张浩和他们一家人, 实在是已经不必要多废话了。 出乎意料的, 张浩竟然一大早, 就亲自开车到了我的公司楼下来接我。 跟你一起走了十年, 最后这几天, 我也不介意最后再给你一点体面。 张浩来到我的办公室, 扫尸了几眼, 你的强迫症还是一点都没改。 这要多谢白助理。 我坐在办公桌后, 笑道, 这一年多来, 我的办公室一直都是他亲自打理。 不错。 张浩简短地评价了一下, 便问道, 准备什么时候出发? 再过一个小时, 可就要开庭了。 你明知道今天不可能开庭的, 不是吗? 我反问道, 张浩挑了挑眉, 有些意外地看着我。 我站起来, 走到了书架旁的保险箱旁, 输入密码。 随着啪哒一声, 保险箱的门印声淡开, 里面只有寥寥几份文件。 那厚厚地可以装满三个档案袋的证据, 都已经不翼而飞。 张浩转身坐在了沙发上, 扯了扯领带, 眼中闪过一丝不耐, 你什么意思? 那些东西, 昨晚就已经在你手上了, 不是吗? 我有些遗憾, 我认识你多年, 却好像只有在最近这一年内, 才渐渐看清你。 我不想听你胡言乱语。 你要是不想去开庭, 那我们就协议离婚, 速战速决。 我们婚后购置的资产评分, 我可以再贴你五个亿。 张浩端出了谈生意的架势, 我却没有理会他的话, 自顾自说话。 白巧玲, 国外留学归来的高材生。 要是我没记错的话, 他去国外进修的那两年, 你好像也经常出国 去谈业务。 我笑着坐到了张浩的对面, 从白巧玲入职我公司后, 你那些国外的业务, 好像也就戛然而止了。 之后这一年, 你我虽然聚少离多, 但是你对我的工作和生活, 简直可以说是了如执掌。 你清楚地知道, 我给田田选了个什么样的幼儿园, 知道我什么时候 去开他的家长会, 知道我每周的公司例会, 是不是按时出席, 知道我去什么地方 谈了什么业务。 我耸了耸肩, 每一次你跟我为数不多的交谈里, 都会透露出这些信息。 你要我怎么能不多想呢? 张总。 张浩的脸色, 此时已经难看到了几点, 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我倒也没有那么聪明。 我笑了, 只不过是宁下明目张胆的, 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之后, 白助理每每提起这个人, 反应甚至比我都大。 这跟他之前沉稳低调的工作表现, 可不太一致呢。 正在此时, 白助理端着两杯咖啡进来, 张浩在看见他的一瞬间就转过了头去。 我看着他放下咖啡, 一杯是我常喝的美式, 一杯是张浩喜欢的曼特宁。 白助理见我, 一直微笑着看他, 有些紧张, 严总, 我, 我脸上有什么吗? 没有。 我对他放松地笑了笑, 我只是正在跟张总谈论你呢。 当初你出国选修的这门管理学, 应该是张浩亲自帮你挑的学校和导师吧。 他对你是比对宁夏和周茵茵都要好些的, 你没必要去吃那两个人的醋。 听到我如此说, 白巧玲的脸刷得一下白了。 他下意识地蹲在我身边, 嘴巴哆嗦了几秒, 才有些结巴道, 言, 言总, 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 您可能是搞错了, 我跟张总, 我们是。 是什么呢? 我微微笑着看着他, 等待他继续说下去。 白巧玲却没了平时那机灵劲, 脑门一直都在发汗, 却怎么也说不出利索的一句话来。 张浩再也没有耐心, 直接站起身来摔门离去。 到底不过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小姑娘, 就算是心机在身, 到了被戳穿的那一天, 也是装不下去的。 我让白巧玲站起来, 在沙发上坐下, 随后把我的手机递给了她。 手机上, 是她昨晚偷偷溜进我的办公室, 打开保险箱拿走证据的视频, 以及她半夜前去张浩家与她见面的视频。 只需要这两段, 我就可以起诉, 你和张浩盗窃公司机密, 这是要判刑的, 你应该清楚。 我又指了指被张浩摔上的门, 而她, 是不可能出面保你的, 这一点你也应该清楚。 白巧玲低着头, 咬牙道, 我知道。 宁夏, 周茵茵, 他们都想将我取而代之。 我知道, 你不想, 你只是想要通过张浩成全自己的事业心, 让我猜猜她跟你许诺了什么。 副总的位置, 我问道, 白巧玲已经再也听不下去, 眼眶微红, 沙哑着声音问我, 对不起, 严总。 我, 我现在应该怎么做? 一个有野心的年轻人, 是不会自甘堕落地为了一个男人去忍受牢狱之灾的。 那些证据, 我都有备份。 我只需要你出庭, 为我作证, 将她盗窃机密这件事作实。 你要是答应, 我可以送你出国继续深造。 我凑近白巧玲一字一句道, 她这个人, 和她的公司, 我都要毁掉。 白巧玲瞪大了眼睛看着我, 似乎是没想到我会有这么狠, 又似乎是才反应过来, 我从头到尾, 不过就是在将计就计。 梁九, 白巧玲才点了点头, 轻声道, 我, 我可以。 开庭当日的场面很不好看。 张家被判归还借款, 张浩本人仅分割到少有的一些婚后财产。 那点财产对于她公司的漏洞而言, 根本就不值一提。 我那公婆终于暴露, 本来面目, 在庭审结束后就对着我指责打骂, 被我的人全部拦下。 接下来的二审基本改变不了结果, 我很清楚。 半年后, 周茵茵的孩子出生, 是个女儿, 据说周茵茵在医院里就哭得晕了过去。 而张家仁更是从头到尾都没出现过。 我的人从医院, 给我拍了那个小女孩的照片回来, 我转手发给了白巧玲。 白巧玲只回我一句话, 我知道, 是我做的。 我坐在办公室里, 笑得前仰后合。 真是可笑, 当初张浩让白巧玲帮周茵茵找的咽血结果, 她是真以为白巧玲会对她唯命是从。 可是, 哪一个女人会没有嫉妒心呢? 白巧玲暗中换掉了周茵茵孩子的检验报告, 伪造出父中子是男孩的假象, 又何尝不是对张浩的一种报复。 不过没关系, 张家现在也已经不需要孙子来继承家业了。 中式输赢无定, 报应分明。 翻外三年后, 我带着田田前往安国, 参加她的游学东令营, 顺便拜访了一对, 与我公司合作跨国订单多年的夫妻。 他们在上个世纪就已经移民来到这里, 带着下海赚来的大笔财富, 如今在这过着前生前的日子, 可谓风生水起。 宋田田去了老师那儿后, 我便来到了他们的公司。 童总, 我热情地与面前这位年过半百的男人握手。 他也笑得见牙不见眼的, 邀请我在沙发上落座, 小叔啊, 多年不见, 你可是越发有女人味了。 怎么样, 你父母这些年还好吧? 多谢童总关心, 我爸妈身体还好, 现在也退休了, 过得可是比我安逸多了。 我笑道, 童总点点头, 按铃叫人, 小白, 端两杯咖啡。 三分钟后, 我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 微微拱着腰进来, 小心翼翼地端着手上的托盘。 在看见我的一瞬间, 他的手腕一抖, 杯子直接掉在了地上, 滚烫的咖啡见了他一身。 他下意识地尖叫起来。 我瞥了一眼, 见他伸出来的手腕上 似乎有些伤痕。 怎么回事? 童总立刻板下了脸呵斥。 对不起, 白巧玲居然直接跪在了地毯上, 随后抖抖锁锁地收拾东西。 但童总还是不耐烦地叫人来打扫, 并将白巧玲骂了出去。 闲聊之余, 我才知道, 原来现在白巧玲 已经是童总公司的董柱。 我有些意外, 去年他进修结束, 我向您推荐的时候, 您分明是答应给他市场总监的位置。 童总笑得不以为然, 刚开始的确是这个岗位, 后来吗? 哎呀, 不聊他了。 你该知道, 你童叔叔我, 不是会强人所难的人。 这么说, 就是白巧玲自愿的了。 我笑着点了点头, 那也好。 看来, 他还真是当人助理当上瘾了。 拜访完了童总, 我该去童家见见他夫人了。 但是童总借口有事, 只让我司机送我一个人回到了他们的别墅。 童夫人虽然已经年纪不小, 但还是保养得很好, 一态端庄地坐在自家花园里, 招呼我过去喝茶。 您的气色看起来比前两年好多了。 我夸赞道, 童夫人抿着嘴笑, 那还不是要谢谢你。 我故作不解。 哦, 怎么说? 那个小白, 童夫人撇撇嘴, 脸上写满了不屑, 你去过老童的公司, 也该看见了。 现在老童天天没事就折腾他, 也不回家跟我这没事找事了, 我可轻松不少。 他呢, 也是个能忍的, 为了移民这件事, 在老童手下委屈了很久。 你知道的, 那死狗在床上花样可多。 今年这移民办下来了, 他的证书也拿到手了, 大概是以为自己翅膀硬了, 就想走, 说是去外头发展发展。 可老童玩他玩上了瘾, 哪里肯放人? 你知道的, 老童不喜欢玩羊妞, 这边的小年轻呢, 不是父母家人都移民到这边有靠山的? 就是那些国籍还在国内不能轻易欺辱的, 要是闹不好, 那可是要吃官司的。 之前不就有两个女孩子闹过吗? 花了大力气才解决, 烦都烦死了。 这小白就不一样了, 移民手续办完了, 再想换国籍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他又是孤身一人在这边, 除了继续被老童捏在手里, 还能怎么样? 就算是报警, 也没人理的。 说到这里, 童夫人大概是觉得晦气, 嗨, 不说他。 总之啊, 我还真是要谢谢你。 我也笑了, 哪里? 人格有命罢了。 回国前, 我接到过一个陌生电话, 是白巧玲偷偷打来的。 他求我看在曾经帮过我的份上, 救救他。 现在老童公司里的人都知道, 他就是老童豢养的一只宠物, 对他十分不屑, 他哭诉日子难过。 我打断他, 你能告诉我, 为什么你放弃了市场总监的位置, 又干回助理了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 我轻叹了口气, 我给过你机会的。 可是你呀, 狗改不了吃食。 说完, 我便挂了电话, 关了手机, 牵着田田的手走向登机口。 妈妈, 刚才是谁给你打电话? 是你的朋友吗? 不用问这个, 田田。 你要记住, 你的人生, 一秒钟都不能浪费在垃圾身上。 那应该怎么做呢? 应该马上扔进垃圾桶里, 让垃圾们独自在阴暗的角落里, 发烂发臭。 发烂发臭, 对, 发烂发臭。